虽然小时候每个人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现在科技的发展让小朋友们的娱乐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 现在很多的人都玩手机游戏 这其中就有很多的小朋友 30多岁的人和5、6岁的人一起并肩战斗 除了在战争年代 那也就是现在有了 上次我就问一个资深宅男 我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类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宅的人变得更宅 浑身插满了管子 连接着营养供给和传感装置 人就定在那一动不动 意识沉浸在虚拟世界里面 无忧无虑地度过一身 请摸着自己的心想象一下 你想成为那样的人吗 他马上就回答我说想 这个真是没有想到 你确定不再考虑一下别的生活方式了吗 好了 又到了看咱朋友圈和微博里 那些转发量较多的趣图的时候了 一起来看看吧 我的妈呀 赵远了 疼死我了 今天不赔个几万块钱 你是别想从这里离开了 孩子啊 据我所知 你可是自己开车摔倒的 只要我一拍手掌 家里的猫咪就开始情不自禁跳起舞来 跟着节奏嗨起来 动刺打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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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院 你快别拍掌了 我还累死了 家里的两条狗才出去玩了半个小时 回来就变成这样了 再玩久一点 你们是不是就变成非洲籍的狗了 是大狗说那泥水不深 只到脚脖子 我踩进去都到脖子了 玩具长家 你把贺敏做成这个样子 是想吓哭小孩吗 再说他什么时候额头变得这么高了 真可怜 小小年纪就开始掉头发 这发际线已经突破天际了